各位听众观众朋友晚上好 欢迎收听收看美国之音 VOA卫视3月25号的焦点对话节目 我是宝申 今天我们讨论的话题是 中共接班制度是善让制吗 疫苗之商造成又一场公共信任危机 参加今天节目讨论的四位嘉宾是 中国民间学人王康先生 中共党史学者 晚年周恩来艺术作者高文谦先生 专栏作家政治分析人士陈破空先生 还有普林斯顿社会学博士 转型问题学者程晓农先生 欢迎各位参加今天的焦点对话节目 现在我们就开始 今天第一个话题的讨论 中共高层的权力交接 及其引发的政治内斗 一直是引发外界高度关注的话题 随着明年十九大的临近 这个话题势必再度成为热点 近年来中国学术界和官方媒体 出现了一种说法 那就是中共最高领导人的接班制度 是善让制 这种制度能够保证权力 平稳的交接 而且能让最合适的人选接任 因此比西方的民主选举制度 更具有优越性 那么中共领导人的接班制度 和中国古代的善让制度 到底有何一同 中共高层权力交接的方式 有什么根本性的问题 王岸先生 我们先请您来谈一谈 简要的介绍一下 中国古代的善让制度是怎么一回事 中国历史上比较著名的善让 有哪几次 这个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 对中国的历史有一种很特殊的 有点古怪的这个兴趣 毛泽东干了一辈子的 无产阶级革命 他晚年他自自称为秦始皇 秦始皇 马克思加秦始皇 邓小平倒没有说他是孔夫子 但是他在1979年 第一次见到大平正方 日本前首相的时候 就用小康这个概念 王岸先生主家的概念 来描述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所谓中国的现代化 后来在江泽民 尤其胡宁朝时代又提出了 以人为本和谐社会 都是主家的概念 现在是好像越扯越远了 越过了孔夫子 越过了三代 现在到了上古时代的 姚舜那儿去了 姚舜当然是中国古代 备受这个尊崇的圣王 他们最大的一个政绩 就是发明了这个推行的善让制 要把天下让给顺 顺让给于所谓的传贤不传子 这就要被称为公天下 给那个传子不传贤的这种家天下 当然要高尚要高明得多 中国历代的这个 这个上一代的事情很多 很多 一直到满清 末年连光绪退位 他本质上他认为自己是善让 把天下让给中华民国 光绪力不是一个训位的招书吗 没有直接用这个词 但整个的词 意思就是这样 我把天下 因为大家希望共和了 我把天下让给这个老百姓 让给这个国民 这个上一让是个决元 实际上中国这个遥顺的上一让制 是部落时代的 一个远古的一个 恐怕是一个传说 或者是一个乌托邦 中国的历代的王朝的更迭 这种所谓的顶格 从来是辛风炫雨 极其残酷的 但是上一让制给这种残酷的 权力的更迭 蒙上了一层 这个乌托邦的这么一个幻影 好的 接下来我想请 中共党史研究学者 高文谦先生来谈一谈 你认为中共目前的 这种接班人的制度 是不是一种所谓的善让制 这个所谓的这个新善让制呢 我认为完全是一个 就中共的接班制度 是新善让制 这种说法啊 我认为完全是一个伪命题 它是中共官方的学者 和一些马屁文人 为中共接班的这么一个体制问题呢 进行美化包装 是在忽悠 那么这个要害呢 就是的话呢 拒绝现代政治文明国家中的 这种普选制 那么古代的善让制呢 那么还是部落的话呢 推选首领 那么中共的领导人的产生呢 根本也谈不上呢 是党内推举 实际上呢 是党内几个大佬 黑箱作业 黑箱交易 然后私箱授授 然后把结果呢 交给中央委员会 去盖橡皮图章 然后强迫全党 强迫全国人民来接受 所以呢 这种做法呢 实际上连党内民主呢 都不够 老百姓呢 对这个问题早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所以的话呢 这回这个最近这个两会 这个张德江说 中国有九亿选民 结果网上就一片哗然了 根本不买这个账 陈耀农先生 你总结了中共 或者其他世界上 其他共产党 他们权力交接的几种模式 包括终身制 还有在位的时候 这种让位等等 请你给我们来介绍一下 好 我分析一下 共产党国家的 这个权力交接的历史 我发现其实本来蛮清楚的 然后让中国这个 少数马屁闻人的新杀让志呢 给把水搅混了 其实除了北朝鲜和古巴 实行的是血统继承制之外 其他的像苏联中国这样的 共产党国家 本来权力交接 就是两个很清楚的事 一个交一个接 交呢就分成 是不是交 这大概有三种情况 就是说在位的领袖 是不是离任 第一种是中生制 他根本就不离任 像毛泽东斯大林 伯利涅夫安德罗伯夫 七二年科 第二种是邓小平的 所谓不定任期退休制 就是他可能退休 但什么时候他自个说了算了 他不想退 你就甭想让他退 第三种是任期制的 江泽民 胡锦涛是这样 那么不管这三种情况哪一种 都必然出来一个问题 就是谁来接 谁继任 这里大概有三种情况 前两种都和交接 没有太大关系 第一种情况是 死前根本没有安排继承人 所以就不存在交和接的问题 像斯大林 伯利涅夫 安德罗伯夫 七二年科都是这样 第二种情况是通过权斗 把权力夺过来 像这个伯利涅夫和邓小平 都是这么干的 所以这种情况下 当然他们的权力 也不是让位让来 只有第三种情况 事先培养指定接班人 像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 胡锦涛都这么干了 但是呢 也接班人被指定了 也未必能保得住权力 像华国锋 就是失败了 那么只有是接班人的位置 是上一代指定的 然后接班人自己又保住了权力 这种时候才谈得上是 顺利的交接了 成功的让位了 那么所有的接班人 只有两种产生途径 一种是集体领导的临时推选 比方讲斯大林 波利涅夫 安德罗伯夫 和切尔年科死了以后 这都是这么做的 第二种是事先培养指定 这个培养指定呢 也是有两类情况 一类是最高领袖 个人说了算 他做主像毛泽东 第二种呢 是集体领导协商选择 像邓小平时代 江泽民和胡锦涛 所以如果去看这些规律以后 你发现 其实这个转让也好 这个交接也好 只是共产党这个权力 交接过程当中 各种复杂的情况的一种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 并没有说过 实行了任期制以后 就不能退回去 他是完全可能再退到终身制去的 也可能退到邓小平市的 不定任期退休制 所以并没有任何制度上的 真正的障碍 妨碍他们这么做 是 那陈默空先生 在你看来 说中共现在的接班人制度 是善让制 它最大的漏洞是什么 现在这个中共运用文人提出 这个善让制的说法 是在十八大前后 因为中共那边是长期的反民主 长期的不民主 面对世界民主潮 他要找个说法 那么运用文人拼凑了 前后拼凑了很多说法 一会儿说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一会儿说是这个 中国有中国的这个民主制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社会主义民主 还有说党内民主等等说法 那么这些说法都不足以 堵塞悠悠之口 那么在十八大前后 就炮制出新的一个说法 什么叫善让制 善让制这个法的提出 实际上是给中共的合法性 找这个下台阶 它说是国内宣传 它给这个即将卸任的领导人 找一个面子 给即将接任的领导人 找一个合法性包装 事实上从它的 它这个漏洞来看 首先中国古代的善让制 是有德 姚舜宇 这个善让它主要是德 那么这个传说呢 但有点美化 有人说这个传说 是一种乌头邦 是一种美化 也有人说 姚舜宇传来传去 实际上是同一个家族的人 事实上就是后人 把它美化了 但是我还是相信 这个传说的相对的真实性 和相对的美好性 因为中国历史 基本上这个倒退着走的历史 是人心一步步变坏 制度一步步变坏 这么一个历史 说在古代的话 以德治国 这个以人为本 还是有它的基础 说姚舜宇这样的美德 也就在古代 部落时代成为绝想 那后来的这个 所谓善让就变调了 像我们看到这历史上 有很多的善让 这个像那个战国时代 那个赵武林王 善让给赵惠文王 结果是为了这个儿子的继承问题 父子反目 这个被称为赵祖父的赵武林王 被他的儿子围堵在沙丘 抓血 饿死 后来到了这个唐朝 有一些善让 唐玄宗 善让给唐宿宗 出于无赖 安死之乱 他的太子不跟他走 最后太子在这个北边 宣布继位 说他被迫善让 到后来还有这个宋徽宗 善让给宋清宗 结果后来 这两个皇帝 那个宋徽宗是染于李政 面对金国大兵压境 最后这两个皇帝被人家抓了 抓了之后 第一次出现了中国皇帝 这个为了活命 投降 这个弃祥 投降敌国的这么一个 奇词大辱 后来有宋高宗 善让给宋孝宗 那么发生一个戏剧性的变化 宋孝宗一上任 就跟岳飞平反 而宋高宗不说话 也就是那个时候的一些太上皇 这个还不当政治老人 还不搞干预 那到后来这个就 进一步的变调 中间还有一些变调 三国时代是最可笑 这个曹丕夺了这个汉县帝的位 说是善让那是完全是强迫 后来这个司马家族一葫芦画瓢 司马延夺了曹操后人 这个曹毛的位 也算是这个善让 所以这个善让就越来越变得血腥 到了共产党这个时候来提善让 只不过是一个包装 因为一方面无德 另一方面也没有古代 这种真正的善让制度 进入现代政党制度来谈善让 完全是一种倒退 是在现代社会中找不到法宝了 才朝古代里边去 找所谓的这个招魂术 王金先生 我们看一看 目前中共的这种制定 接班人的制度 基本上刚才高文谦先生 也谈到一下 就是所谓的隔代来指定 你像胡锦涛 就是邓小平来指定的 那么习近平有很多人说 是江泽民那个时候 江泽民曾庆红 他们这批人来制定的 那谈到古代的这种善让 有两个问题 就是让位者 他必然要有所谓的皇权 皇权天赋 他有这个能力 他有这个绝对的权威 来把自己的位子来决定让给谁 第二 接受位子的人 他应该有得 像刚才破空所谈到的 和您谈到的有闲 在中共怎么样来确定 第一 让位者有这种权力 第二 接位者 有德 有贤 有才 假定 江泽民选定的不是习近平 而是你们长期在重庆 领导重庆的薄熙来 那么中国历史 又会发生怎么样一种现象 我先补充一下 这个小龙的一个 关于这个共产党国家的权力的交替的 这几种方式的 其实还有一种这个就是实习化 斯大林的长子 雅克夫如果 没有被德国人俘虏 在集中营死去 毛泽东的长子 毛岸英如果没有在朝鲜死去 那么这个苏联和中国共产党 这个国家制度的安排 很可能是实习制 就像北朝鲜一样 另外就是谈到这个所谓的隔代指定 我觉得以其说是一种隔代指定上的 好像一种制度或者准制度的安排 不如说是临时的 具体的 直接了当的党内的权力消长 权力绞杀 和这种争夺的一种具体的结果 比如江泽民上来 他完全是六四正压的一个结果 我们当然不知道 他和邓小平有多么特殊的关系 邓小平每年春节据说都到上海去过 等等 那么他说他干了13年 一直到2002年 把权力交给所谓的这个胡锦涛 胡锦涛又干了10年 而这个江泽民也不是等贤之辈 虽然邓小平97年死之前 他一直实际上也是个儿皇帝 但是他在邓小平一死前后 他交给他把中央军委主席的 这个职务最重要的 交给胡锦涛 已经到了2005年了 他即使退下来 他实际上已经是个太上皇 党政军警察什么军队 他都是安排了自己的人物 而且他还自己专门设立一个江泽民办公室 所以这种所谓的隔代指定 是具体的历史环境所造成的 而胡锦涛是胡锦涛所看好的团派的这么一个人物 推荐然后邓小平隔代指定的这么一个产物 这个胡锦涛干了10年发尚可成 也许他很明白他是一个平民子弟 他是个团派代表人物 他注定就是一个过渡性的 最多是一个守夜人 他能够平安的能够下来就算不错了 那么他能够下来根本戳不上什么高风亮节 他第一他能够推卸这个责任了 将来中国大量跟他没关系 第二他可以向习近平示好 第三他的儿子不是还在做官吗 留下一个后路吗 中国共产党要讲善让 这是对中国古代的末大的一个侮辱 遥顺如果天上有志的话 不知道做何感想 实在太开玩笑了 小农您有什么补充呢 因为有很多学者就是对这种善让的说法进行批驳说 实际上共产党它是在党内的一种世袭制度 因为他们认为是自己都是红色家族 交给自己的娃娃 心里放心 你怎么评价这个党内世袭的说法 我觉得其实也可以找到党内不世袭的制度 或者说这个一种党内的善让 那就不是胡锦涛善让给习近平 而是华国锋善让给邓小平 因为真正的从老毛的那个个人独裁 老毛指定的接班人大体上是华国锋 那么华国锋接班以后 当时发动政变把四人帮消灭了 这个所谓的重望所归 按照华国锋叶剑英汪东兴他们当时的中央常委的想法 那华国锋就应该继续当接班人当到底了 当时中国也宣传万岁了 华国锋万岁 华主席万岁 那怎么华主席就突然的完蛋 其实是被邓小平成与他们给逼下台的 但是至少表面上华国锋是善让了 他主动辞职把位子让出来了 很明显的都知道接替他的是邓小平 所以如果要强调这个善让 那么第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华国锋 那么接着这个例子背后就是权力斗争 所以讲到这儿就不那么光彩了 你就是只要掐就能掐出个善让来 那讲到这里善让也不太美妙了 所以你刚才用的那个善让实际上都是打野号的 好 那么高文谦先生 你谈一谈 请你谈一谈 从江泽民到胡锦涛 从胡锦涛到习近平 中共这两次权力的交接 有哪些议同 是不是比过去有所进步 好 我想先也多少回应一下前面讲这个善让问题 实际上善让的话呢 我觉得的话呢 这个是一个上古时期的这么一种传说了 并没有真正的文字记载 而且这种善让呢 某种程度上 我并不认为这是一个美德 而是当时历史条件所决定的 当时生产力呢 非常之低 那么所有的人必须都去共同集体的力量 所有人去共同去劳动 分配的话呢 要公平 这样子整个的部落呀 才能够存活下来 在这种情况下呢 要推举贤能 推举公正的人当首领 这是当时的这么一个情况 那么从中国进入王朝历史以后呢 那么确实也有很多这种善让 但是我看这种善让呢 都是假借善让之名 行逼宫之使 刚才王康这个先生和这个谁 和这个破空的话呢 都说了很多这个例子了 这些呢 我就不再举了 那么至于到了共产党的这么一种善让呢 那么共产党的开山鼻祖呢 是毛泽东了 毛泽东呢 实际上他一生呢 视权如命 他一直到死也没有放弃权力 那么他呢 实际上他发动这个文革呢 是想把呢 这个党天下变成家天下 那么刚才王康也说了 那么可惜的话呢 美国的飞机在朝鲜 把这个毛泽东给炸死了 使得他这个传位于此呢 这个念想的断了这种那个念想了 但是毛在文革中呢 仍然扶持江青毛掩新 这些人来接班 所以他这个新呢 并没有死 那么呢 那邓小平呢 现在从把这个毛的终身制呢 改为这个 这个就是这个正气制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历史进步 但是我觉得呢 应该看到 更重要的是 是形势所迫 因为中国呢 再也没有像毛 这么一种政治那个强人了 邓小平呢 他这个 他是对中共接班制度呢 他一大发明就是 隔代指定接班人 邓小平他自己呢 作为这个太上皇 搞这个垂帘听政 但是他不愿意自己身后的人 出现毛式的 这个个人独裁 因此呢 他在指定江泽民 当第三代领导人的时候呢 他对他并不放心 同时他又指定胡锦涛 为第四代领导人 在这种格局下呢 江泽民呢 就成了一个夹心饼干了 上面有邓小平 下面有胡锦涛 所以他这个日子啊 这个也不大好过 那么一直到 邓小平死了之后呢 这个江泽民 这个局面才改变 那么到了这个 胡锦涛要退休的时候呢 江泽民的话呢 又也不 也不希望这个李克强 来接胡锦涛的班 所以呢 就是以邓小平之道 还治胡锦涛之身 用习近平来取代这个李克强 他做了这么一个重要的 也是隔代执行接派人 这也某种程度成了党内的这个潜规则了 但是呢 他们看走了眼 现在是自食其国 嗯 那陈破空先生 很多人呢 批评中国党内没有民主 比较高一层级别的选举 基本上都是所谓的等额选举 就是你选一个人 我选票上只有一个人 那么这个人是怎么决定的呢 有人就说出了一种这样的说法 实际上是为中共缺乏 党内缺乏民主的一种解脱 就是我们善让制 是因为这个德高望重的领导人 发现了有德有贤的这么样的人才 可以让他来接班 所以我们选票上 只有一个人选的就是他 你怎么看待中共党内这种 目前的民主现状 今后中共是不是在 至少在党内的选举方面 做出一些改善 中共呢 它是这样 它要顾面子 它一方面没有民主 它但是它用民主这个词 它叫社会主义民主 或者党内民主 它没有选票或者选举 它要用这个选举或者选票的词 我们知道这个阿富汗呢 有选举 前几年 这个是拿牛车 这个骆驼去运选票 但是那些票箱是中国制造的 票也是中国制造的 中国可以给别国制造票箱选票 但中国人却从来没见过选票 当张德江说中国有九亿选民的时候 网友就说 我还从来没见过选票 所以说中共它要这些词 它装门面 实际上刚才讲到这个任期制 我想补充一下 毛泽东和邓小平时代 一方面为什么出现任期制 从中生制到任期制 一方面是政治强忍一岛 这文贤已经说了 另一方面更重要的是 胡耀邦说过一句话 胡耀邦原来跟他周围的人讲 说这个领导人任期制 是我们跟华国锋 做权力斗争的时候提出来的 现在华国锋已经下去了 我们以后就不要提了 他一句就泄露天机 领导人任期制 是为权力斗争而产生的 结果后来弄假成真 这个在胡耀邦 赵紫阳主政时代 这个制度渐渐巩固 尤其胡耀邦和赵紫阳 被非法罢处之后 邓小平又指定了 这个江泽民当领导人 而且还指定了隔代领导人 就暗示任期制固定下来了 也就是说 现在的任期制 是一个权力斗争的产物 而后来继续在权力斗争的 轨道上运行 比如到了江泽民时代 他本意是不想下台 他当了13年 但是他旁边的人 乔石 李瑞环 朱镕基这些人 就用邓小平的移命来压他 就觉得他应该让位给胡锦涛 那江泽民就抵不过邓小平的移命 邓小平就把上方保健还在这里 但是江泽民又把邓小平的模式 拿来重新运用一遍 你们用邓小平 我也用邓小平 那就是垂帘听政 老人政治 我让可以 但是我当军委主席再两年 然后我垂帘听政十年 结果把胡锦涛给架空 所以那次所谓第一次 和平的有序的权力交接 是有名无实 是假的 也是一个假善让 最后到了这个胡锦涛下台之后 这个习近平称赞胡锦涛高风亮节 说是这个裸退 权不权力让出来 其实这个道德标准很低 就像在中国捡一个钱包 那要得了大大的表彰 认为是这个高风亮节 这个实情不媚 如果在西方国家人捡的钱包 那是应该归还 是一个小事情 否则的话就是盗窃 所以中国的道德标准很低 当胡锦涛把军委主席 让出来的时候 就被习近平称为高风亮节 欲用文人蜂拥而上 说他是皇帝不及太监级 说这个胡耀邦 胡锦涛是高风亮节 三让 所以到这个时候 我们有看出是激烈的强 党内权力斗争的结果 是因为胡锦涛裸让 是要跟江泽民同归于尽 结束老人政治 而且这里边还潜传着什么呢 就是中共的这个制度 选拔制度 既没有在党章里记载 也没有宪法中记载 习近平上去 很难说规矩 习近平反复强调规矩 但是薄熙来为什么要叫板 夺他的权 薄熙来很明白 你没有规矩可言 你也是太子党 我也是太子党 你也红二代 我也红二代 你主政一方 我也主政一方 凭什么是你不是我 薄熙来就向他叫板 这个叫板的结果 就透露出中共高层的接班 人在线性制度下 无法解决这么一个大困境 而且过去 现在至今 仍然没有解决这个问题 我认为19大 20大都会面临 重大的权力斗争 好 谈到19大和20大 我们现在就把讨论的焦点 集中在当前 中国政坛的这种动态上 我们知道2016年的春天 中国政坛确实是 非常的骚动不安 从这个国民姓党 到所谓的这种 由所谓忠诚的共产党员 署名的要求习近平 辞去党和国家最高前率的 这封公开信 各方面的中国政坛的 这种动态 确实是比较诡异 我的问题是 首先请问一下程晓农 你认为在中共19大上 会不会出现善让 第二 在中共的20大上 会不会不出现善让 如果出现这两种情况 或者这两种情况当中的一种 你认为对中国政治的发展 意味着什么 好 我想19大肯定不会有什么善让 因为习近平还没干完十年的 而且他也没有善让对象 现在并没有培养所谓的接班人 那么20大呢 我认为根本可能就不存在 任期制问题了 这就回到一个根本问题 前面我谈到 任期制其实是集体领导 指定培养接班人的一种方式 前提是集体领导 但是我也前面谈到 共产党并不是只有 集体领导一种模式 并没有党章规定说 必须是集体领导 不能个人独裁 因为所有的共产党政权 都有个个人独裁的理事 那么在个人独裁和 集体领导之间 实际上共产党的领导模式 是像钟摆一样来会摆动 一开始都是集体领导 像这个斯大林列宁刚执政的时候 中共一开始也是如此 然后很快的 他就转成了这个个人独裁 那么独裁者死了以后 像斯大林毛泽东死了以后 他又从个人独裁 退回到了集体领导 但是并不等于说 退到集体领导以后 他就永远固定在哪不回去了 因为他在集体领导 和个人独裁之间 来回的选择摆动 并不是纯粹是领导人 最高领袖个人的爱好 他还有其他的更重要的因素 就是政治需要 统治需要 个人独裁 个人专制的这种领导模式 他的经济成本比较低 因为他可以让老百姓 在恐惧下生活 他们的老百姓的生活水准非常低 官员也不敢太多的贪污 那么这种情况下 统治成本很低 当然效率很低 而在集体领导下 这个老百姓呢 从当政府那里 得到了一些经济上的利益 生活水平又提高了 但是政府贪官也越来越猖狂 资本外逃等等 这都构成了统治的高成本 所以我在前一段 一个采访里谈过这个问题 好的 并不是任何时候都能够 维持所谓的集体领导的 当经济出现危机 像现此时此刻的时候 共产党就没办法 才集体领导了 好的 他需要一种低成本的统治 而这个低成本统治 对应的是个人专段 所以我的认识是 今后中国很可能 抛弃任机制 回到个人领导 个人专段的模式 那个时候 也就不存在所谓的 这个善让交接等等问题了 好的 王康先生 刚才程晓农先生 他的意思是 十九大上 习近平是不可能 会失去他的权力的 当然我们现在 听到一些说法 就是中共党内 确实存在一些倒习势力 那么我也想问你 同样的问题 十九大上 习近平有可能 失去他的最高权力吗 第二 就是小农说 他的意思就是说的 在二十大上 不存在任期制的问题 就是很可能 习近平会继续 担任最高领导人的职务 那么就会打破 目前中共最高领导人 从江泽民到 胡锦涛 两人最多 任两届的这么一个惯例 你认为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十九大还有两年 一年半 一年半 那么什么事都可能发生 就像薄熙的王立军 在重庆事件一样 谁都没有料到会发生 但是绝对不会发生 所谓的散让 习近平正在布他的局 这个布局 他的整个的内政外交的 争获还没有完全拿出来 这个布局当中 一直到十九大 我估计他还在布局 同时他要面临各种各样的 潜在的和公开的 这些政治上的对手 所以十九大 我特别赞成 刚才小荣的观点 中国对共产党 所有国家都一样 从个人独裁 到所谓的机体引导 这个钟摆摆摆摆去 他甚至不是个人的爱好问题 个人的能力问题 甚至不是他的背景问题 而是现实 现实力量对比国内国外 各种矛盾危机的一个 总的一个情况 而现在中国 中国胡锦涛的 十元的成本的 所谓的九龙治水 现在中国 我觉得又进入姓习的 习近平为代表的 重新的个人独裁 这个个人独裁 三年以来 已经看得非常清楚了 但这个个人独裁 并不是到此为止 他还能继续往前走 个人独裁 必然遭致各种不同的 这种所谓的反弹 目前这个公开信 严格说不算公开信 没有署名嘛 当时这个 所有人力行 七三年 给苏联领导 那个才算公开信 但尽管如此 已经撼动了 这个个人独裁的 某种 某种这个权力 但是呢 要说到一个什么 倒席的联盟 那还早的呢 所以十九大之前 如果作为一个 看客的心态 那是够可看的了 好的 破空你的看法 我觉得这个 习近平啊 政治经验不足 关于这两件事情 都处理得很不好 一个是说 写了一本书 关于习近平 和他的情人们 结果大动干锅 跨境绑架 到泰国 到香港 结果闹得这个 沸沸扬扬 天下皆知 轩然大波 这个到现在 全世界都知道 有这么一本书了 甚至很多外国的出版社 还要寻求着 这个翻译这本书 另外 第二件事就是说 出现了一封 倒席的这个公开信 不管这个公开信 是党内制造 还是党外 还是说国内 还是海外 这个事情呢 现在又是这个 大动干戈 又是封网 又是抓人 又是这个逮捕 又是这个全面的排查 结果也闹得轩然 大波天下皆知 这些事情就证明 习近平真的是经验不足 结果搞得全世界都知道 有个倒席风 倒席联盟的存在 说这样下去的话 习近平目前仍然 在巩固权力的阶段 那么到十九大为止 他都在巩固权力 一波未平 一波又起 在十八大之前 他曾经省引两个星期 在党内充满了这种 这个权力斗争 暗杀 政变 各种疑云下 那个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而巩固之后呢 又这个肃清政敌 追缴这个政变 因为我说了 中共的这个结伴制度 在党章中也不明确 在宪法中也不明确 没有规则和规矩 只有潜规则和潜规矩 潜规则和潜规矩 就拿不上台面 所以说习近平 为他接班的这个合法性 感到非常焦虑 说十九大 他仍然不举的就是 他的权力有多少 他高层只有两个人 一个是王岐山 一个是栗战书 这个局面仍然没有改变 高层仍然被其他派系 所把持 尤其是被江派的 这个代理人所把持 在这样的情况下 十九大 习近平能不能掌握大权 还是一个未知数 另外十九大 如果他真正掌握大权 习近平时代才刚刚开始 那么二十大 那就不用说了 究竟是什么结局 如果说十九大 习近平仍然不能掌握实权 仍然要跟各派系做斗争 那到了二十大 中共由于派系斗争 分崩利息的可能 都大有可能存在 是的 最后一分钟 请高文谦先生 来谈一谈你的看法 对中共今后政坛走向 习近平上台三年吧 四面树敌 现在可以说 已经骑在虎背上 下不来了 那么这封公开信 就可以反映出 对人们对习近平 所作所为的 这种人心向背 不得人心 那么前一段 这个官媒大事 这个肇事 就是所谓习核心 实际上其目的呢 就是想习近平 想在中共十九大的时候 打破两任的 这么一个正气制 但是呢 现在发生了这种 这个任志祥这个事件 和公开信 还有其他很多事件之后呢 现在看起来呢 这个难度呢 那是相当大 那么的话呢 习近平当然不会 在十九大上的善让 中共二十大究竟怎么样 路死随手 我这个事情觉得是 还要再看 因为这个事态发展非常快 那么我在最后说一句 就是说呢 这种 中共的这种权力交替啊 它缺少一种 这个这个程序和这个规则 因此总是伴随着 这个血雨腥风 中共已经这个 就是当政已经六十多年了 但始终现在还是个革命党 还没有从革命党 向一个现代民主国家 这个转型 与其在山上志上做文章 不如真正向普世价值 看齐 那么走那这个民主之路 好的 时间的关系 关于中国最高领导人的 权力交接 是不是善让制 我们就讨论到这里 接下来我们要讨论的话题是 疫苗之伤 造成又一场公共信任危机 请您不要离开 我们马上回来